拍攝還有情緣的狀況 這部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呢 其實講的是80年代 然後兩個男生在一個體制上 要開放但未開放 然後很多事情還在一個 戒嚴的狀態裡頭 我們這個戲是從戒嚴橫跨到 解嚴這個階段 然後他們所有不管夢想 或者是愛情或者是家庭 都想要試著往外衝 但是又被很多的 外在的壓力給壓下來 然後但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試著把他們的初戀 談得很刻骨明星 做了很多很瘋狂的事 所以談了一場刻骨明星的戀愛 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這可能要問導演 為什麼找這幾位 為什麼找這幾個 第一當然長得帥長得美 這是第一 因為我們鎖定的觀眾群 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當然顏值很重要 其實這兩個演員 我們在Casting的過程 也看過許多其他演員 後來我們選這兩個演員 是因為他們本身的氣質 跟我們想要的原生角色很符合 所以我們在試戲的時候 他們給我們很多的經驗 然後再加上 我們在開拍之前很多的演員訓練 然後讓這些演員就是 其實真的是發光發熱 我跟曲導我們都非常滿意這樣子 邁過來 其實我們 我們一直很希望在台灣找到 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組合 然後這兩個組合 其實有點像當年春光乍蟹的 張國榮跟梁朝偉 然後看到他們兩個身上 各自散發一個不同的魅力 然後一個奔放 然後一個害羞含蓄 其實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雖然他們現在也才差不多二十歲上下 但是我覺得 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未來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希望培育更多更好的演員 在我們這塊土地上 一個很 我覺得我們找到寶 我們找到兩個寶這樣子 請問開設目前 除了場地 遇到很奇怪 或是什麼 好 要不要講講你們難忘的戲 這樣好嗎 來你們講講 各自講講你比較難忘的戲 那誰嗎 好 我比較難忘的一場戲是 偷熱氣球 有一天晚上我們 我要爬上 我跟阿翰要爬上一個 三層樓高的音架上面 偷熱氣球 然後那天風雨交加 很冷 然後我就 流著鼻涕 然後 一邊講台詞一邊演戲 這樣 對 然後那是一場很熱血的戲 然後搭配上這樣的天氣 又讓我 印象很深刻 那場戲蠻瘋狂的 因為那個是劇中 他必須要偷一顆氣球 送給旁邊這個小女生 然後那個氣球 是在工地上那個熱氣球 然後現在其實已經很少人在掛熱氣球 我們劇主特別做了一個熱氣球 讓他們爬上去 然後偷完這個熱氣球 還要必須用摩托車載著這個熱氣球 然後 然後一開始我們很怕他們受傷 所以 我阿跟副導兩個人做了示範 結果我們兩個就摔車了 所以那個 拍攝的難度其實是很高的 對 熱氣球很重 熱氣球 那個風阻相當的大 因為他很大顆 面積很大 對啊 那咪咪咧 我有一場是要 邊吃東西 然後邊跟阿翰講話 然後那個 就是那個綠豆糕很乾 然後我很常就是 在拍的時候就快要噎到了 然後等到 就是結束之後 然後阿翰就會跟我說 加油加油 你可以的 然後我就覺得 很感動 因為就是我這個快噎到了 然後阿翰就是都會在 空檔的時間跟我說加油 或是多喝水之類的 那場戲是怎麼樣 就是 那場戲是 我要勾引阿翰 就是 我要勾 對 我要勾引他 可是沒有成功 然後我就 那時候就被他罵 罵了一頓 就是我必須先說 其實我非常謝謝這一次 劇組很用心的安排 然後他讓每一場戲 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回憶 然後再碰尾 對 就是我覺得每一場戲 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回憶 等一下等一下 先擦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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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實這個畫面也會被發出來 其實這個畫面也會被發出來 好 粉紅色的 那我要接著講 就再講一次 好 就是 我覺得 那在講之前 我必須先 非常謝謝這一次的劇組 他給我非常用心的安排 每一個場景 所以讓我覺得 拍每一場戲 都是一個很寶貴的回憶 那其中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有一場軍歌比賽 那因為當時在開拍前 劇組也 也讓我們練習了非常久 就是一群人 然後 踢正步啊 要非常的整齊 然後也請到真正的教官 去幫我們 上課 然後教我們唱夜席 然後教我們所有的步伐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深刻的回憶 會讓我想起之前當兵的時候 這樣 那兩個現在還會唱嗎 會喔 會喔 也來唱兩句吧 我是指揮 我不是 我只是 葉子茫茫 預備唱 一二三 葉子茫茫 星月無光 只有跑生 四月回蕩 只有破壞 到處飛揚 朝鮮酒的 手我到牆 英勇的弟兄們 靜靜在漆黑的淵野上 好爽 我們有買版權 這首歌我們有買版權 那最後是不是請導演講一下我們今天其實到了這邊 然後其實回覆了我們進了那個年代 所以看他們的傳統也像是在那個年代回來的 就來到現在 所以你是不是講一下我們的背景 今天這一場其實 今天這一場其實是一個在電影裡頭蠻重要的 就是 在1987年1月13號 蔣經國總統過世 然後在當時所有的人其實覺得好像家裡出了一件很悲傷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重現那一個 蔣總統剛過世的時候的那個樣子 然後 當時其實是幾乎所有人都來這邊夜靈過 然後甚至邊排隊邊哭 那對這群小朋友其實是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然後他們在邊走邊看 然後感覺很好奇 然後也開始在想自身所處在的環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世界 那我想這個畫面其實很珍貴 是因為 所以 再也看不到這樣的畫面 我相信 因為 當 整個環境越來越民主的時候 大家對於 領袖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其實 現在可能很難 想看到這樣的場面 所以透過這樣的電影 或許讓 年輕的一輩看到 當時的一些景象 我覺得其實是很難得的文化保存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 申請 那個忠烈子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些阻礙 那個阻礙當然就是 這個地方當然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很多 很多英雄在這個地方 然後 所以我們在拍 拍的時候 我想 可能在忠烈子這個方面 大家想的會比較謹慎 所以我們在 借的過程中 其實是 有花了很大的功夫 然後 但是 很幸運的其實 包括英委會 或者是文化部 其實給我很大的協助 然後也讓我們今天可以順利的 把我們想要的那個年代的 時代氛圍重現起來 所以我想也是很難得 你們今天看到這個場面 應該 心情上也會很不一樣吧 要不要講講看心情 你先 我先 因為我 沒有來過忠烈子 第一次來 很多年輕人現在不知道忠烈子要幹嘛 嗯 但 我 我有去 找一些資料 我就大概 因為那個時候 忠烈子就是 蔣經國總統過世 對 然後就是外面就 很多人來 來 夜裡 對 然後手上會別 黑布啊 對 然後學校會這樣辦齊 然後家裡的電視可能會放 放蔣總統的儀商 而且變黑白的你知道嗎 對 黑白的儀商 然後不能有綜藝節目 嗯 不然就是 會放一些 那種 就是 哀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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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對對對 嗯 嗯 明明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嗎 知道 你有聽過蔣總統先生 經國先生嗎 知道 上次前三課都有上到 其實我們在拍戲的過程中 我們有一些比較年輕的工作人員 我問他說 知不知道蔣總統經國先生 他們其實已經不知道了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透過一個電影 讓大家知道曾經有這樣的歷史 其實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其實今天也可以看到 這個渠道也動員了所有的臨演的部分 會重現了在中越職業的場合 所以等一下的部分 你們會不會很興奮 因為等一下你們就是要回到那個年代 然後跟著一群人在那邊排隊 不要看 我們插隊 你們插隊對不對 好 兩個學生插隊 一路衝到底 直接換衝 你可以講一下 今天這場戲 其實你們 各自代表不同的宗教來拜 因為 在戲裡面 我是 呃 我是基督教 然後他是 就是 呃佛教 對 那我們 等一下會有一場是 我們在 在祭拜 蔣總統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去祭拜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那我覺得今天看到現場 那麼多人 然後 呃 整個場景的還原 其實我覺得 很感動 而且很震驚 然後我也想不到現在 呃 就是想不到當時會 就是大家 大家哭成一片 大家一起哭的那個感覺 其實是很 很 就是 是很有感覺的 在當下演出的時候 回去應該可以跟爸爸媽媽分享一下 對 我一直跟朋友啊 爸爸媽媽分享說 欸我們 我們這部戲要拍這個欸 好酷喔 這樣 我覺得是 身為演員很珍貴的回憶 好 OK 所以透過柯眼星的名字 我們可以讓大家重現這一個的過程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讓演員的部分 去 這一段這個戲的部分 讓大家拍攝 我們是不是請 呃 演員的部分你們要歡迎 欸還有什麼問題 欸還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請出演演員庫 我介紹一下 讓大家認識 對 好正式 盡量看前面齁 真誠的 來我們先請 好 我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然後在 這部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 Birdy 為什麼叫Birdy Birdy 會叫Birdy的原因是因為 呃 Birdy 很喜歡一部電影叫做鳥人 對 然後 他也常常 因為他的個性比較 獨立 然後比較具神秘感 對 然後他又不惜 呃 不願被一些制度所束縛 有一種傲氣的 他很愛飛翔 對 然後他很愛 幻想自己是一隻飛翔的鳥 這樣 對 嗯 所以他會叫Birdy 我這個角色會叫Birdy 那戲裡頭 是不是有一段 從二樓到一樓的戲 嗯 講一下那段戲 哦 那那段戲 原本拍那 拍那 那場戲的時候我很緊張 因為 那個高度 我從上面看下去超高的 對 但 呃 因為 很信任導演跟工作團隊 所以 現場的安全措施 其實都 很保護我這樣 所以我也克服那個恐懼 然後把那個 那場戲演好這樣 然後那場戲 所以 Birdy 他 會大吼大叫 對 他有一聲大吼大叫 就是 他想要飛出去那個 衝動 對 到時候再讓大家在電影院看 對 好 咪咪 介紹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是邵一美 我在這部電影裡面是飾演 吳若飛 班班 然後這個角色是穿梭在這兩個男主角之間 然後就是有點在 破壞他們 就是想要兩個都要 的感覺 這是你第一次演戲嗎 對 這是我第一次演戲 然後很緊張 可是 就是大家都 就是 我不會的地方我都有問大家 然後大家都很 就是很幫助我 所以我很謝謝他們 也謝謝導演 大家好我是 陳奧森 那我在這部戲裡面飾演的叫做阿翰 張家翰 那 他是一個為了愛義無反顧的角色 那 在 當時的 當時面對 家人朋友 還有整個社會氛圍 所帶來的一些拉扯 那我覺得 拍這部戲 我跟著他一起經歷過 所有的事情一遍 那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氣 那最後我也非常心疼這一個角色 希望你們期待我們的演出 謝謝 OK嗎 OK 好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演員走 阿翰的奧登 來是我們今天秘密的 阿翰跟 阿翰 嗨 嗨 嗨 今天是妳喔 對啊 其實我們現在在裡面 我們今天是可以做 今天這角色的 然後這是我們是樂導演 那我們今天 主要的部分會是 不過我們是 很可愛的男女主角們 所以我們是不是 就請我們的 呃 我們先進裡面 飾演阿翰的奧登 對不對 來奧登 是我們的 電影新生態 好 接下來是 裡面是Berdy的 曾經濟他 還有我們可愛的 小朋友 可以先來 可以先看一下 他 呃 對 然後叫他秘密 知道不知道 會比較記得進去 然後這個是我們 我們在劇中年輕一代的 三個新演員 我們是先請大家 可以找票 好 我們先看中間喔 在這邊 好來這邊喔 哇 很快呀 來這邊 在這邊 好 右邊這邊喔 右邊這邊喔 右邊這邊 好 左邊這邊喔 右邊這邊 對 我們請兩位導演這邊配一下 看他們會不會感情好一點 來 請這個浩珍 兩位這邊 我們兩個男生跟女生 他們會因為整個在解嚴之後的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對於情感上面的部分 來 三位中間 這邊 來 我們先從 小朋友 我們先從這一台開始看起來吧 這邊 先看 來 感情好一點 接下來是往這邊 這邊 好 中間戴帽子的小哥哥 好 來 這一台 來 摩基的哥哥 好 接下來再往旁邊看 來 最左邊 眼神最左邊 看不上你的眼珠啊 我的眼珠是 那個哥哥 我們今天還是請先過來一下 我們先拍兩個男生的 來一點互動好不好 來一點互動 八個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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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的 八個肩啊 什麼的 八個肩啊 什麼的 他們從學校開始就有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現在在 就是一直在談論念書 然後今天會翹課一起出來玩爽 然後從左邊這裡 今天不用翹課吧 只有禮拜六 不是啦 我是說聚中啦 來 兩位左邊這裡 來 中間 中間 來 中間 來 中間 欸 聚中 聚中把Birdy跟阿翰的感受 來 手稍微低一點點 對 來 看這邊 兩個字量好 來這邊 來 看這邊 來 手低一點 來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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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來 這邊 來 這邊 來 這邊 一樣的扣子來一點 手在低一點 手在低一點點 好 好 眼睛可以穿太陽就跑掉了 好 功夫 後退一點點 好 好 這開了小女生 她在裡面會吸引 她們都是 就是算是可愛的小笑話 好 來 你先看從左邊 你的左手邊 來 先左手邊 來 趕快對昇格比了愛心 看向她的鏡頭 來 這邊 這一台 來 這邊 來 接下來往左邊 來 往右邊 來 隨隨右邊 好 OK 還沒有補的 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來 兩個男生來 看怎麼對你們家的女孩 兩個把她抬起來 下次不要讓她抬起來 下次不要抬起來 不要把她抬 對 不要抬本間上 對 把她抬起來 這也算扛起來非常的輕鬆 對 劇中看兩個男生 他們跟這個女孩子 然後 都是同時的感情 兩個男生比大愛心在那個女生的頭上 你看 多可愛 站穩 不要 站不住 來 中間 來 我們先看從最右邊 對這邊開始好了 來 從這邊 來 每一台相機就認真的看 這是 這是很新的名字 我們今天要刻到相機 來 站在這邊 來 中間 沒有抬起來啊 我們等一下會抬起過頭了 來 左邊 來 看 左邊 我們可以抬一下喔 這邊小燈高一點 來 好 快 然後再我們把手抬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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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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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